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看这一堆就是东北正宗杀独汉 必须用这大铁锅做 配上三袋酸菜 就这是有味道的菜 那必须得清洗干净 来盐 有食盐呢 给它抓不抓不 这会儿就得掏个来 我是白扯了 熬酸菜呀 必须搁点骨棒 有那个骨的血水那个味道 那才就香呢 这再来把葱姜 把这个骨头和肉 我焯一焯 去一下血水 把这肉骨头先捞出来 这家伙 这所有的东西我都用水超过一遍 咱把这个大骨棒的现在是直接下锅 就用这清亮的白开水 这煮了都是骨头汤那个味道 我喽这个是自己洗的 咋咋咋鸟 我喽还有一块猪肝 这都是用水超过一遍 一起下锅 这是葱姜调料 哎呀妈 就这一大锅 几个人能吃完呢 这碗料不怕剩 越热越好吃 咱第一遍呢 少加点盐啊 入个底味 咱们这个就开始啊 烧火 开炖 来 这已经煮了一个小时了 看看 这肉是肯定熟了吧 妈 烂火 烂火捞出来啊 这肉一会儿好切片 就糊的肉都要好了 那必须得配上酸菜呀 来 咱家的酸菜心 大酸菜啊 看看 这个颜色透明刷亮的啊 这把这大蒜都准备好了 倒蒜泥 咱们今天得来三袋啊 这酸菜啊 时间长点会的 那才叫好吃呢 看看各个袋啊 都是这么白劲的 酸菜心嘛 没老帮子 没老叶子 才能达到酸菜心 看看啊 这家伙 咱用清水啊 给它钻洗一遍 或两遍都可以 如果想吃酸味淡一点了 咱就用水洗两遍 如果想吃 就是要酸味的 咱用清水 头洗一遍也是可以的啊 咱这又来两朵花 这肉啊 已经都炖好了 把酸菜下里头 酸菜最少也煮一个点 要盖锅 开炖 酸菜已经入锅了 这回轮到你了 分分钟 涛哥就把这鱼收拾干净了 咱们必须来个家常大凉菜啊 经典的干豆腐 最后咱再来点粉丝 咱再来几个佛手 咱这个鱼呢 必须切两下花刀啊 来 鱼下锅 我发现我这锅小了 鱼里面给它煎一下 放点葱姜 断炸锅 咱先喝一磅了 这鱼比较大 尾巴窝上 哎呀 一切肉你就回来呀 哎哎 你这是啥动作 隔着牙去想上 那是不行的 我给你一块可以啊 这是我们吃的肉 这叫靶子肉 五花三层 这是一大刀肉 这个五花三层的 放盘里 这肥的 放锅里 哎 这肥肠也出来了 其实这要是再去一下 咱都老好了 嗯 肥肠 肥肠 就这菜 它必须得配点什么 蒜泥 现豆的 这就切上猪肝 这些放这直接蘸蒜泥 这些 入锅 入锅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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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